Hello 各位亲爱的观众 老M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豪小清新为您带来的DOTA2比赛解说 那么给大家继续带来这个ACE联赛的一个直播比赛 那么现在的这个直播呢是WINS对战老跟爹的比赛 那么今天WINS也是联打四场 也是比较辛苦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 WINS在刚刚被2比0直接被NUBI给切掉以后呢 看这场比赛会不会有一些触底反弹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BP WINS刚刚一上来是搬掉了两个三号位 一个斧王 一个虚空 老干爹则是在搬掉了小强 还有影刺 那么男人方面老干爹一上来是一手抢的一个小精灵 这个小精灵在最近老干爹的体积当中还真是没太多见过 WINS前两手拿了伐木机和萨尔 老干爹第二手是补了一个军团这样的一个 这个军团是几号位 现在还真不确定 因为季星的军团打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现在MAYB也是经常去用这种节奏型的 原三号位去打一个中单位 这个也是经常见的一种情况 WINS选择在第三四手看一下搬人 第三手已经搬掉了一个黑鸟了 老干爹搬一个沙王 直播比赛咱慢慢看 那么看一下WINS在第四手的搬人方面选择 如果要是去针对MAYB的话 还是扮一手听客吧 我觉得 听客这个英雄在最近的胜率比较高 可以选择在第四手搬掉一个听客 然后在最后一手搬掉一个链金 如果老干爹不在三四手拿出链金的话 在第五手搬掉一个链金 这个的话去针对一下MAYB还是效果好一些 或者是针对一下对方那种节奏型的 MAYB最近打另外其他去打节奏点的 一般就是拿腐王去打 拿腐王打节奏点打的比较多 这场比赛如果你一定要说让MAYB去打一个 听客发小的中单的话 这个比较少见 蓝猫这个点就目前WINS的这套阵容来说的话 蓝猫倒不是很怕 前两种英雄萨尔和伐木基都不是怕 很怕蓝猫的英雄 蓝猫可以让他拿 选择是搬掉了一个剑兽 老干爹则是搬了一手赏金 防止你来骚扰我去打野 咱们直播这边观众说我对WINS没信心了 不会的 我我没有对对他有没有信心这个概念 因为他们这支队伍 还没出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关注这支队伍 他们这个表现我觉得 作为一个英雄持身的队伍来说他们只要还一直保持着自己这个心态作为一个永远作为一个学习者的一个心态 这支队伍就永远都会向前走 他们现在保持自己还是一个学习者的心态的方式呢 就是练出更多的绝活英雄 这个并没有坏处 WINS选择在第三手拿了亚巴顿 其实作为职业选手 最害怕的就是失去前进的动力 失去一种学习的经验 其实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WINS这些这支队伍的这些人 就算是他们不去打职业 他们去做别的事情 他们一样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一个人能够保持初心的不停的去 我对老干爹没有信心 TI都不想转播 老干爹不是我没信心啊 TI6的时候的老干爹有目共睹啊 那个来高地的比赛我真心是没法弄啊 那我真心是没法弄啊 那不怪我呀 WINS选择在第四手拿了一个帕格纳 帕格纳加上亚巴顿 这个套路又开始野起来了 他们自己又开始野起来了 别人没让他们也自己开始野起来了 又是野的停不下来了 看点老干爹的第四手吧 第三手拿了一个拉比克以后 第四手拿人 这个WINS这套阵容体积 目前是看不太出来谁是一号位 如果说 如果说Shadow 有可能的话是会掏出一号位的帕格纳 话说现在哈皮是不是已经去撤销了 对老干爹的赞助了呀 我看他们现在这个后边不挂这个一起哈皮了 应该是撤销赞助了估计 我估计是不是来高地 他们在TI6都是哈皮喝多了 整天就来来高地 就在高地躺着 整天就惦记着在高地上面酒后乱性 别的什么也不干 TI6的时候 TI6的时候的老干爹我真的不是没有自信心 我是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因为说老干爹的比赛说一半我绝对是要睡着的 所以这个不真不是真不是我这个就对队伍有那什么啊 对队伍有有什么偏见 确实我作为一个解说来说 说他们的比赛容易睡着 这个我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所以TI的时候说的少 这个大家原谅我这个非专业 非专业也不著名解说 对吧 看下来高地的第四手英雄 对方的这个亚伯顿加帕格纳拿出来以后 老干爹直接一脸懵逼 真的开始一波开始去懵逼了 他们现在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前四手英雄拿出来以后 萨尔亚伯顿跟帕格纳这哥仨到底是打什么位置 现在老干爹心里一点谱都没有 完全不知道这哥仨打什么位置 因为现在亚伯顿可以打一号位 帕格纳也可以打一号位 帕格纳还能打中 伐木槿也能打中 伐木槿也能打一号位 魏瑟亚这条阵子拿的就是 老干爹彻底就懵逼了 选择给魏币拿了一个1v5的英雄 拿了一个影魔这样的一个英雄 直播观众里边 表示看那个谁的时候 看天六的时候是看什么 老干爹打秘密 椅子上睡着了 醒了 然后醒了继续睡 他俩还没打完 最近影魔在职业比赛当中的登场率蛮高的 他并不是不怎么出场 他登场率蛮高的 我只不过就是说 没有给大家去截取这些比赛 因为影魔他在比赛当中出场 现在已经很少能像以前那样 有那么出彩的发挥了 这个英雄的特点 大家现在节奏太快了 就是影魔的影魔自己刷钱的这个特点 就是他在影魔当中经常出来 因为他刷钱特别快 所以他经常能够领先对方装备 但是现在因为工资发的也快 大家刷钱都快了 所以呢 现在影魔的优势就越来越差 体现不出来他的一个优势了 所以在比赛当中 他虽然出场呢 有一定的出境率 但是呢 很少有以前那样特别亮眼的一个发挥 或者说他能够刷钱 刷得特别逆天的那个速度 这个现在已经见不到了 或者说很难见到了 那天最后一手是补了一个术士 一号位军团 一号位军团 小精灵带一号位军团 征单影魔 然后三号位术士 拉比克一个酱油 外队又开始野了 这场比赛 外队最后一手野出一个哈斯卡来 你看这个阵容啊 你看他这个分人啊 这个分人这场比赛有意思了 看看三号位是谁 这个拿出来哈斯卡就已经确定了 我的中单肯定是伐木机 一号位的哈斯卡 那就现在看三号位是谁 三号位帕格纳 老干爹这边也野呀 老干爹打了个一号位术士 你可信 老干爹打了个一号位术士 三号位军团 哎呦 这场比赛呀 有意思了 这场比赛有意思了 老干爹表示 老干爹表示 见什么人用什么队 对吧 看一下 看一下老干爹这个阵容有意思了 这个老干爹 这个阵容体系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套路 就是咱们刚才观众有直播观众里边在弹幕里边说了 就是帕格纳的这个C 衰老的这个技能 然后呢 加上 Shadow的一个A帐大 他的这个A帐大造成的伤害呢 是当前生命值的 65% A帐以后的效果是一个65% 没有A帐的时候是35% 65%的话呢 然后再加上这60%的一个伤害强化的话呢 就已经接近100%了 但是要扣掉对方的魔抗 但是要扣掉对方的魔抗 但是你问题就是说 这一个大招上去以后呢 还会有一个纷争 再加一个纷争的话 这个伤害就差不多是够秒了 关键是也不可能只有这些技能 还有一个B还有一个吸血 所以说如果如果这个套路打出来的话 是很吓人 但前置条件太高了 前置的条件有一点 有一点有点苛刻 外队这里 今天WINS也是连打了两个 我觉得全中国这 当前最最强中单啊 不知道压力也是很大 我听见我儿子又挨揍了 听见我儿子又挨揍了 你们聘高吗 机星表示也卡 那这样的话看来应该是主办方的 选择这个网络应该是有问题 老干天选择是退一件游戏 重新联一下准备 有两个兄弟80多 80多的pin都玩不了 你们能不能行 我最早 我最早玩魔兽争霸3 冲 冲天梯的时候 永远都是挂着100多的pin啊 那魔兽争霸3100多的pin 跟你这个100多的pin不是一个概念啊 这都玩不了啊 什么心态 正好我趁着这段时间去看下我儿子挨揍 别哭了 妈妈就是不是妈起脚呢 陪着妈妈好好起脚 不哭了 宝宝啊 啊 快揍了是不是 没事没事啊 没事宝宝 好好陪妈妈待着去吧 妈妈不会揍下宝宝啊 哎 哎这边还没凉过来啊 我再去看一会儿再来走 怎么这么坏啊 你愿意插手鞋 看你猫猫吧 他这儿想拔 再说撩撩撩撩撩一撩 家伙看你 把这个图这么快一点 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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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起脚啊 没有 你让他这样一样 玩不要去揍他 你知道吗 玩不要揍他 行吗 今晚 啊 玩他不要揍他 这个这个没有危险 不要揍他 啊 这边他们还是没恢复啊 没恢复 咱们别着急啊 甭管录播还是直播 大家别着急 我记得那会儿最有意思的是玩 那个就是就聘这个事 其实玩这些游戏还好一点 玩最早玩CS的时候 就那会儿能够去挂在 就是开始去上网打 就是那会儿最早 我记得是浩芳嘛 打浩芳那个年代的时候 还是比较有意思 打浩芳的时候 挂着一百多的拼 还跟那拼呢 人那边一闪光弹扔出来了 我这什么都没看见了 哐就白了 我没去哄儿子 我是去看热闹的 我儿子被揍了 我去看热闹 看儿子爱揍那么美 就是挺美的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家不是严母慈父 绝对是我 我是比较那什么的那个人 因为我跟我儿子商量事的时候 都是好好商量 不听直接揍 我没有喊的这个过程 就是我没有跟他嚷的这个过程 不听话直接就揍 我跟他好好伤啊 伤了半天 威逼利诱全都用过了 你还是不听 那我就揍你一下 告诉你我确实生气了 一般一般也就好了 其实这样的话也好一点 这还不行呢 这哥俩 老干爹这些人在 不断的在尝试 这其实八十多的pin 没上一百 一般都还好 没上一百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咱们不着急 咱们不着急 我这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合适的头像 咱们先不改了 咱们先凑合用这个头像 过点时间我再换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重启一下 稍等 我要是外队友就打 不 就不 喜闻乐剑这个叫暂停 这什么破电脑 这么长时间还没暂停完 我们作为这个比较无聊 咱们之后来看一眼当前这些英雄的一个体位 这个小骷髅一脸 一脸享受的样子 咱们再看看伐木机 看看有没有什么亮点这些英雄 这个伐木机 叽叽掌手上了 看一眼还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什么亮点的东西 这最没有亮点 这个影魔 我影魔这个体位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在身后站一个个儿大一点 站个潮汐 然后那潮汐仰脖放大的时候的那个姿势 你别在这想一下 画面还挺美的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脑补一下 身后站一个潮汐 然后那潮汐放大抬手的那个姿势 我觉得这个画面一定很美 来看一下拉比克 拉比克 拉比克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亮点 这拉比克 拉比克身上挂着五个火 什么意思 卡尔才挂仨 这拉比克挂了五个 看拉比克背了一身的蜡烛 背了一身的蜡烛 而且蜡烛还都是烧了一半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懂了 对吧 这个房间太卡了 再卡的话 我去宝哥那儿 兄弟这个房间卡 有的时候我解决不了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都不光是我的问题 如果都卡那是我的问题 如果就是个别人卡的话 那确实我这个没有办法 稍微有点卡 应该是我上传的那个马率太高了 我估计应该是我上路上次上传的马率太高了 我估计应该是我上路上传的马率太高了 这场比赛实际上的一个用意就是说 Maybee的单核影魔 然后AME作为一个一号位的术士 他这场比赛的主要任务是去出自己的刷新A仗 点击刷新A仗尽早做出来 然后在后中后期可能还会再添加一些其他的一些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角度出发点 影魔这个位置呢 则是打一个单核 全场比赛DPS主要的任务都是交到他这个身上 因为其他的队友 小精灵是一个零输出的英雄 拉比克的输出也是非常的有限 尤其是在面对对方这个阵容 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强力的大招的情况下 拉比克的输出是不用再做过多的一个奢望的 军团这个英雄还是那个原则 就还是那个问题 就他一个大招放完了以后没有什么输出点 所以这场比赛主要的输出 全部都要放在影魔一个人的身上 团战的时候会有一个影魔隐身摇大 然后AME砸大招的这么一个 打出来会很漂亮的这么一个配合 但是就看能不能打出来 影魔这个英雄他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在 就是你想练影魔这个英雄很难 尤其是在天梯环境 天梯环境里面影魔这个英雄的胜率太低了 在现在拿他 所以你想拿影魔去练的话很难 而且天梯里面影魔过于的容易被针对了 就是在路人局里你一旦被针对的太狠的话 队友一般是不会给你足够好的一个支援的 这一半就是高分局也一样 所以这个除非是跟队友去开黑 跟队友去开黑这样去练那还有可能 下路小明边的一个三号位古法 怼对方一号位的这个术士也是非常好怼 这不是野怪感觉是要被抢了 小明边的这个古法这个避着一下的伤害 用来抢野怪还是非常舒服的 上路的小精灵加上一个军团 基本上只能是确保 这个位置 这一波我居然是漏掉了一个一血 这波什么情况 我还说中路 这伐木机这波怎么会被单杀的 我不懂啊 这波 稍微切了一下 平时切慢了一点 爆发一波一血 莫名其妙的 这影魔单杀伐木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啊 这是被三炮连压了吗 上路就丢一落一刃头 这场比赛不行 我得调整一下我这个状态 这场比赛的节奏好奇怪啊 这上路一个神灵 一个神灵加上自己队友的一个萨尔 居然是被一个小精灵加上一个军团给杀了 中路伐木机 一个主皮的伐木机被影魔给带杀了 这场比赛可能刚开始暂停了 有点时间暂停了 我对这场比赛节奏 节奏可能是 判断的有点错误 稍微集中点 上路这里 框座 这波外队这里也被对方击杀 这什么情况 3比0日常挖坑啊 这是 这坑不带这么挖的 这比赛 小智拉比克这堵了一下门 堵了一下路口 这里被扔回来 二兵 但是周围有兵 所以这个塔并没有去攻击亚巴顿 上路这莫名其妙军团已经四级了 看下路二兵这个状态 二兵这个状态稍微有点残 小明边这里的位置也是比较差 上路这波杀斗的状态又残了 这个选择送野了 这场比赛 不是这场比赛死的这几个人 我都有点看不 看不太明白 这个是怎么死的 说实话 撒尔这里给了一个筐子 再被给一个W 这又要死啊 不是上路就被杀穿了 上路一个萨尔一个神灵被对方一个军团给杀穿了你敢信 这连过来又要怼着杀都要干了五级了 机型的这军团 这马上六级了 这军团一会到六级了以后 小精灵会跟着旁边混的等级也很高 我估计在差不多军团到七级的时候 小精灵也到六 这个抬起来以后一炮 两炮再给一个普攻勾一下 再给一个普攻还能不能跟 这个移动速度还是有点优势的 这380这335 移速方面还是有优势 但是这波连续两个勾也是让有模第三炮压不出来 而且就算压出来刚才商量不够 他又接一个普攻 必须得接一个普攻再加上一个压才能杀 这波跳刀跳刀是逃掉了 但是现在从补刀方面自己方已经崩了 压巴顿也跑过来 来上路帮一波忙 但是你三级的压巴顿 却面对一个指挥官 你这打不过呀 对方的小精灵是直接一张TP 在被对方神灵再怼了半天以后 一张TP直接飞回家 也没有死这波 神灵却找小精灵没怼死 跳刀回到家以后 一张TP飞回到中路去发育 但是现在补刀方面已经彻底崩了 影魔补刀已经41刀了 6分钟补了41刀 还有16个反补 然后还有一次单杀 还是一个一血 影魔已经挡不住了 这个节奏赛的影魔就挡不住了 而且这还不是说在队友帮着游的情况下挡不住 这纯粹就是纯靠个人实力就 就完爆了 把这个跳刀给 但是这一波举起来两刀 一个盾救一手 但是救不下来 二兵这也要死 二兵这个一直对方还在追 选择吃了一个 选择吃了一个 被给了一个D 这个D的效果 第一下放到身上的话 感觉看着跟那个什么有点像 跟吃芒果有点像 那个动画效果 离得太远了的话 5比0的一个开局 经济方面现在影魔7分钟已经有了3500的经济 Shadow的哈斯卡现在只有1500 这又被人追上来了 直接要决斗了嘛 有6级 但是加一个T以后 蓝不够决斗了 还差一点 马上够 发布机赶过来 跳刀的这波支援还是比较到位 但是注意看这个等级 现在跳刀只有6级 对方的影魔是8级 然后呢 对方的这个军团 军团去哪 军团回家了 军团是 军团也有6级 就是军团的等级 跟你中单伐木机一样 影魔已经是完爆了你的伐木机 双方的经验差距已经来到37分钟 3000加的经验差 5000加的经济差 这个比赛前期WINS 给自己挖的这个坑 现在是挖的越来越穿越了 下路术式的补刀也是非常的顺 到目前为止 经济排在第二 30002的一个经济 出了一个相卫鞋 相卫鞋 王者之剑 魔棒 还有宁魂类 加点方式是一个主F 二级的暗炎术 然后没有去升三技能 这两个压炮也是清兵的 中午反木机过来吓唬了一波小精灵 上路这个位置军团终于找到机会能不能怼死的 选择决斗了一下帕格纳 但是自己好像送攻击力了 漂亮 终于是开了一波张 拿对方的军团是开了个一血出来 这里跳刀 再勾一下对方的小精灵 这波还没有死 一个大招 这个链漂亮 M99的小精灵 这波是把跳脑给秀惨了 反杀 M99的小精灵 这波真的是亮了 这影魔又是跑到野区里面 追上了一个帕格纳 直接一个普攻直接带走 他已经移速太快了 这个影魔现在 身上一个草鞋 一个风龄之纹 移速直接来到380 这个追不上了 这其他对方想追他 都还真有点非见 这里一个立场 框一下救一下自己 小精灵连着小智 这两个酱油来干嘛 过来配合影魔去杀人吗 看下能不能追上 追不上了这个位置 刚打M99的这波发挥 真的是亮 M99最近的这个表现 不管是他拉比克 这场比赛这个小精灵 发挥的都是非常的漂亮 没必须现在的一个经济 已经是无人能挡了 5300 9分50秒 5300的一个境界 这样的话 这个影魔 影魔一会儿 第一件招没看出什么 他要是第一 按照现在这个局面 他第一件已经不需要 出引刀这个道具了 因为对方现在已经被压的 根本就出不来了 没有办法离开塔的范围 他出引刀意不大 出一个吹风 继续强化自己的刷钱 而且又出吹风 留人 加一速 而且可以去强化自己的 一个单杀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可能选择是更好一点 而且他有了封杖以后 他可以再去出一些其他 哎 挑刀这里 小精灵连了一下 选择是飞到了下路 选择飞到下路 来找绳边的这个古法 中路这个位置 看一下塔还剩一丝的血 杀了一张TP过来以后 状态也不是很满 先把飞还 哎 一个大招砸中5个人 一个弱化能流 再加上影魔的一套输出 那么这样 没必直接达成一个大杀特杀 秒掉对方两个人以后 等于是利用小精灵 当了一个诱饵 小精灵这边虽然死是死了 但是换到了对方 一个帕格纳和一个萨尔 而且关键问题是 现在双方的这个经济差 已经大到有点填不回来的感觉了 11分钟经济差 已经奔着1万走了 能超过7500了 经验差是4000加 这个差距确实有点太大了 没必的影魔在中路 甲腿 风轮之纹 上游有2700的一个存款 目前还不知道他准备出什么 术士这边的A杖 已经出了一半多 这瑞因斯日常给自己挖坑 挖的有点过了 这个坑太深了 这比上一场比赛 挖坑挖的还邪乎 这挖坑挖的真的有点太深了 这不好填了 现在小精灵带着军团过来以后 对方两张TB落下来 第一勺第一勺 有没有几级的地 三级的地能回来吗 但是被对方的术士来到战场以后 给上一个C一口吸血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去留人 对方这个术士这个位置 萨尔的位置太靠后了 伐木机过来 留一波把AME的这个术士弄死 弄死他弄死他 术士依靠自己的这个 致命连接是把 干扰者给弄死了 用致命连接把萨尔给弄死了 但是自己这波也交了 AME的这个一号位的术士 这波交的跟对方 萨尔一换一确实有点太亏了 你看这个一换一对方经济增长了853 即兴的军团向位必章 十二分钟 三号位军团十二分钟向位必章了 二冰的亚巴顿 这辆比赛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看到 有什么实际的一个价值 没有看到什么实际价值 拉比克这波还行 偷了一个大招 偷了一个伐木机的大 这样还配合自己 蓝量也比较多 下一波团战 如果有机会的话 这个拉比克能打出来不少的输出 季星这里好像在找机会 找机会 他现在关键是这个神灵啊 如果你真的让季星 这么直接怼到的话 一个角度怼脸上 有可能直接怼死了 自己的一号位大哥 现在只能是看着 对方的这个三号位军团 这么在自己脸上刷钱 这场比赛 maybe真的是老摸深算啊 第一件装备 直接出了一个BKB 这就是准备 一波直接被你打死的节奏 拿这个BKB 打出两波节奏了 下一件装备大件就出来了 外队这里要死了 决斗 给攻击力 小明天的帕刚纳这两比赛 走的还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三号位秘法米肯 但问题 他现在出了秘法米肯以后 这个团战正面团 还是没法接 装备差距太大了 这里一个大招砸下来 这里小明鞭估计是直接一个背面 虚无了自己一手 队友救一下 但还是没有救下来 BKB领模 直接顶在第一个 小星星连过来以后 这一波团战直接就崩了 没必并没有往里追 因为他追出去以后呢 队友跟不上 小星连直接带着没必回到下路 就推下路的一个二塔 那队友直接是在中路 把中路的一个冰线带一下 看一下Wincy有没有机会 哎 这技能给空了呀 这个技能给空了 亚巴顿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看一下队友能不能支援到 这里开靠自己的大招 没必一个完美的卡位 卡着根本过不去 这波连续两炮压出来 再接上一个决盗 直接带走 这样啊 这个军团的攻击力 再次加到十点 这样Wincy在前期 已经14比3 给自己挖了一个天坑 一万家的经济差 15分钟 Wincy这两场比赛 其实感觉有点救不回来 这个意思 看一下Wincy这波 死人开悟 他们现在死人开悟出去打的话 遭遇了对方的一个军团 这个军团能不能弄死 给上一种虚无 一个地 地回来 立场给上 一套爆发 直接带走 这波给的还是非常漂亮 这波打的还非常漂亮的 Wincy这是要接机去打盾吗 他们这个这种打不了盾啊 哈斯卡现在这个装备不行 没有吸血的话 这个哈斯卡打不了盾 而且对方所有的人都在这围着 最关键的是影魔没死啊 Maybe这影魔16分钟 快一万经济 一个BKB的影魔 现在顶在这 你怎么可能让你打盾 BKB一开 直接跑到人群当中 开一个大招 这直接就崩了 中路的伊塔 终于是被帕格纳拿掉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经济稍微能扳回来一点点 稍微能扳回来一点点 小明边自己的 梅肯也做出来 身上有一千的一个存款 下车装备 看看是先做一个 风杖或者推推之类的 辅助装 救命装呢 还是直接把这个 威士静甲掏出来 直接掏威士静甲的意不大 树士A仗 AME的树士在17分钟的时候 拿到了自己的A仗 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树士不肥 1号位树士在下路 没有什么承受压力的情况下 他这个装备真的是不太肥 进行这里 上来直接找对方的帕格纳决斗 这个卡卡纳要死了 树士的一个大招砸下来 A仗大两个大魂直接拼上来 这个根本就打不了了 影魔开着BKB 追一波 这个移速比你快 一个影压 两个影压 nice啊 Mayby这波 Mayby已经杀人如麻了 五杀零死四助攻 这波杀完人有 可以再打一波盾 这个我觉得WINS可以G了 这个比赛往下拖 没有什么拖的 没有什么拖的必要 他们这个阵容本身就没有翻盘点 按道理说WINS这个阵容 前期不应该绷成这样 真的按道理说 他们那个团战不应该绷成这样 但是这场比赛不知道是 WINS在 而且从前期的分路来讲 也不应该绷成这样 萨尔加上神灵这两个人在上路 不太可能被一个军团 加一个小精灵 影魔直接一个大招摇出来 好在shadow这里是扛对方的这种伤害 还是比较在行 影魔站起来以后 KBKB 直接站在原地 就跟你硬钢一波吗 选择是开引刀走 这波没有翻眼 影魔又是拿出来引刀 这个引刀又是救命的一个装备 一波开悟 WINS这波开悟应该是没有被对方的眼看到 看一下他们准备去找谁 WINS这个阵容主要是开悟 也不是很厉害 缺少绝对强力的先手 一个C加上一个神灵的大招加上一个B 直接把对方拉比克带走 这个爆发还是打出来了 WINS这段时间是感觉自己有劣势 但是没有选择去缩起来刷 而是直接选择硬跟对方钢 看能不能递回来 漂亮 是不是被递回来以后给上一个大招扑起来 一个C一个大招打上去 再接着一个B 还差一个B的伤害 省得一个火猫直接飙死 那这样又是抓死了对方IME的一个术士一波 这波还是比较赚 哈斯卡杀掉以后得了将近400块钱 退掉对方上路一塔 这样的话从经济的层面上来讲 又可以再稳住一点 没有被对方继续去拉大 仗着对方术士这波不在 影魔盾刚刚交过了 所以这波Wins也是直接拔掉对方 连续拔掉对方上路两座塔 把自己的经济稳稳下来一点 发一发工资 经济差我往回稍微控制了一下 但是现在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就是团战 团战没法接 这个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 按理说有帕格纳这个英雄的存在的话 团战不应该这么松 但是现在对方的经济和装备领先都太多了 他可能还是选择直接出了一个位置静甲 这样的话可以省些蓝 这里二兵的亚巴顿 往后撤一波 这个二塔也没法守 这个二塔要守的话直接就崩了 估计这波 对方现在BKB的影魔站在原地就跟你这么硬钢的话 你钢不住他 大引刀了直接这个影魔 1600多鞋 5杀0死4助攻 术士有大招 影魔有BKB 这个团战 怎么想Wins都接不住 但是Wins这波好像是要守 法姆基一个人站在前面不知道抖不抖 这里直接一个决斗 决斗出来以后 亚巴顿第一个盾给了自己 对方术士一个大招砸下来 一套爆发 这里小骷髅 古法选择给法姆基传了一波血 法姆基没死 阿斯卡这波在正面被对方直接怼死 也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这里给上一个C 就一手亚巴顿 亚巴顿自己的大招已经结束了 自己古法的一个棒子也被对方直接拍掉 那这样的话二塔还是没法守 交掉了一个亚巴顿 已经交掉了一个神灵 已经算是Wins这波团战打得很完美了 看样子好像还是要守 还是还是要守 觉得对方你这个时候术士已经没有大招了 这个时候要追上来 还要追上来打吗你这四个人啊 这四个人还要追上来打 对面就有点过了 不过这个二塔居然是守着 这个Wins这波团战 但确实小骷髅的发挥很关键 把自己的跳刀救下来 跳刀没有死 跳刀不死的话 他就保留了一个对对方追杀的时候的一个火力的问题 如果说跳刀死的话 剩下这哥几个没有输出了 而且这波可能就直接被对方上高地了 这波是被对方的一个神灵加上伐木机的爆发直接给顺鸟了 这个人 这样的话莫名其妙自己的二塔好像是要被拔 因为有古法有神灵的这两个人拆打的速度还是比较快 这个古法加上神灵加上伐木机的爆发确实有点吓人 还是 因为神灵加上古法这两个人可以在对方血多的时候给上一个非常高度爆发 然后伐木机给上后白的这个纯粹伤害也是秒杀人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这个一个棒子插在高地下面以后呢 选择是让古法加上神灵两个人去耗高地了 耗了一波把你这高地塔稍微耗掉一点血 然后选择车退 看你所有人都活了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 在吃这个AME术是没有大招的这段时间 他们已经是把这个优势打出来了 把自己这段时间应该有占据的一个优势站住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老干爹趁着束手大的这波反扑 看看Wins怎么接 Wins如果能把这波再接住 像上一波一样只死一个人 然后接住这波团还没有掉塔的话 那么这个比赛还有往后拖的一个资本 所以杀到感觉是要死 杀到这个位置要死了 这个立场扑起来 但是自己的位置被对方摇了一个巨变 这波也是救不下来 一个盾加一口血也没有用 二兵这也是被给上了一个巨变的减速 被对方一套技能直接打到从满血打到空血 有可能会再打出第二个 哎这里举一下 哎呀压巴顿也去了 那这样就没法守了 这样就真的是没法守了 束手还没有交大的情况下 自己已经死了三个人 优势出去再去赶紧带一波线 自己赶紧不要 下一段扑名应该是要把自己的风胀做出来 中二塔被拔 对方也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 束手大招还在 而且束手现在的这个状态非常好 可以不停的给对手去加血 小精灵也在旁边 还有三个骨灰 中路高地塔已经掉了 这一波感觉还是要守 Wincer还是要守 但是这波上来的话 被束手一个大招砸出来 开BKB影魔 站在人群当中 第二个决斗已经好了 找到伐木机直接决斗死 大招拍下来以后 杀到的神灵也是挨了一万个技能 不过好在FB的小骷髅 还有这古法 这两比赛的几次虚无 还是救人救的 非常多nice 二兵有大招 往上顶一波 但是自己大招时间 因为只有二级时间比较短 神 这一波大招加上立场 给的很漂亮 换掉对方的影魔 萨尔这波把对方影魔给弄死了 神灵虽然说是站在里面 跟对方完成了一波一换一 但好在是杀掉了 这样这一波发财了 是甘云 这个萨尔 一千零五 二十五比九 双方的人头数 现在差距还是很大 时间来到二十六分钟 经济方面 仍然是对方三大哥领衔 整体的经济差 又是来到了一个一万加 这波没破路 这个运势打的还是顽强 军团也拿出BKB了 跳到BKB加上B张 攻击力已经加了58点 下一波 术士有大了以后的 这波团是很强势的一波 看见Win斯在这段时间 是不是要考虑去报个团 找找对方 如果这段时间不找 等下一波对方术士大招有团的话 这个中度高地肯定是要高破的 老干涅的这个一号位术士的体系 确实打得有点意思 而且他现在术士 已经快做出自己的刷新球来了 一张TP 直接选择就找队友集合 Win斯是一波四人开悟 反击一个人在上路 这波开悟到肉战里面 那肉战还没刷 这波肉战刷进的时间也是比较长 有一个眼看到了对方的军团 自己是缺少一个有效的先手 而且对方是有BKB的 这波不能上啊 这波BKB呀 我的哥呀 这边给上一种虚无救一下 但杀到这个位置还是很难救下来 一个巨变 这个巨变等级也是比较高 这样的话直接神灵被雷帮怼死 二兵在人群当中 虽然说是有一个 这里递回去一个对方的军团 法恩基这里还在找机会去输出 萨尔这里是往后再撤 给上自己一种威光救一下 看看能不能回来 感觉还是很难 还可以 这波没有死还是不错 二兵是在人群当中的一张TP 很关键直接逃掉了 那这样啊 这波团是只死了一个神灵 WINS这波团战相互掩护的车队 还是很出色 不过问题是对方这波打盾 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古法在打 打这个肉战团的时候 这个棒子可以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 就看他们能不能来得及赶过去了 对方打盾的速度也是很快 影魔这个英雄一个高弓 加上一个减甲 一个B 二兵又是一马当先冲到前面抢盾 没有抢掉 速射大招砸下来 直接把对方所有的人都断在外面 一个决斗点到伐木鸡身上 二兵这里这波也肯定是死了 站在巨变里面根本出不去 而且上边这里军团也是已经追过来了 神灵过来给上一个大招 一套出车 但是机星的军团选择是开BKB 直接疯狂的逃算 maybe这里也是一个BKB开过了 引刀挨插五秒 身上有一个盾 魔龙枪也是拿出来了 两刀直接切死了萨尔 然后比赛 虽然说Wins在中期有一段时间打得很顽强 但是像前期挖的坑 真的是有点有点大的过分 影魔选择直接来中路 夏洛宾先带到高地上以后 直接选择了拆紧中路的这个高地建筑物 杀到这个哈斯卡 这里被对方跳上来 靠一顿切 一个W直接带走 一个决斗找到伐木鸡 让伐木鸡和古法两个人双双被干死了 可以带去地牢 Wins这个前期现在挖坑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这都是一帮 改一帮弓兵了 已经不是战斗部队 改弓兵了 这挖洞的能力是越来越强 填坑的速度已经赶不上他们挖坑的速度了 前期确实老干爹这套这种体系 也是拿得比较野 一号位的术士 Wins居然还不打GD 好吧那么30分钟这场比赛也是相告结束 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前提对向Wins好像是不太不太在状态 很不太状态 莫名其妙的几次人头 就完全想不到 我做了这么多长时间比赛的一般漏的漏的人头 现在漏的人头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的人头 就莫名其妙就被一波单杀这个有点没道理的其实 好吧那么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一个数据 感谢观众增松的赞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数据的情况 那么输出方面 Mayby是打了26000 季兴的军团打了19000 SUSJME打了11000 拉比克打了8700 感谢刀塔尔大叔增松的赞 Wins这一方的输出最高的是小明天的这个古法 因为对方一直在推 所以几方在防守的时候 他的这个棒子可以打出很高的输出 哈斯卡配合队友的这个虚无 也是打出了很高的一个 利用大招加上少量的火矛 打出了911的一个伤害也是不错 但是整场比赛来说的话 前期挖坑挖的太严重了 如果他们前期的劣势没有那么严重的话 这场比赛其实是有的打的 因为对方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影谋的单核 最多就是说他用这个单核 配了一个一号位的术士 然后去打这个大招一波流 确实很强 不过反过来说 Winz这些人 他们打第二波的能力很强 他们第一波用二兵上去吸收伤害 然后后排占一个小明边的棒子 加上他的加血 哈斯卡也不是一个很怕对方魔法爆发的人 所以并不是没法打 只不过就是前期挖的坑太深 填不动了 他们真的是填不动了 好吧 这场比赛的路波就先给大家带到这里 我是三号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或者来关注我的直播也好 Q2107153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